好 其實我們剛剛也在講了 說在這個全球化的情況之下 現在美中之間 當我們知道這兩邊是有點對壘 但是開始溝通了 但是在美歐之間 其實也有一些些的 不是這麼和好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最近你看到馬克宏說什麼 他說法國要大手筆的來投資AI 為什麼 因為要縮小跟美國之間的差距 他說他認為 歐陸AI領導國家應該要是法國 法國要變成歐洲的AI首都 而且他還講了 我們的防空系統 我們不要靠德國的天盾 理由是 德國的天盾太依賴非歐製武器系統 誰 就是美國 美國跟以色列 他們要挑戰什麼 挑戰的是一個新的 他希望能夠提出一個 歐洲天空之盾的倡議 換句話說 我們是不是武器方面 智能方面 我們通通都靠自己 我們不要再靠別人 這樣子大家就開始來思考 所以歐洲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遠近疏離 是不是有變化 而最近在法國這邊 最大的一間航展 就是巴黎航展了 在巴黎航展上頭 中方這一次開始有很多的亮點 包括了什麼 多家的航空航天企業都有參加之外 很多人在看的是千二十 因為千二十代表了主戰機型 領銜亮相 這裡頭也有中國三大無人機的機型 也都出現了 大家能夠看到這些 譬如說是FC-1的燒龍戰機等等 其實這些先前真的在國際上頭 是有人買的 所以這次他在航展上頭 大家就會開始看看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能力 除了這些戰鬥機之外 還有另一個就是客機 這是更大的一筆訂單跟市場 之前C919很多討論 現在說C929也開始有可能復活 好在這一次的這個中國的商飛展當中 出現了320座的寬體遠程客機 我們之前講了919它比較多 是他們自己的國內線 那如果變成929 它是可以飛大概一萬兩千公里的 載客量是到320人 換句話說它就可以飛出國了 那可能它能夠賣的地方 又更多了一些 甚至現在也傳出說是不是要跟空八 一起來合作 空八最近其實有獲得一個大單 是從印度這邊來的 原因是因為他們直接採購了500架的飛機 這500架的A320飛機 算是空八最近的一個大單了 500億美元 印度記者就開始在問 說那之後空八要不要考慮 考慮來我們印度這邊組裝呢 你覺得怎麼樣 結果你知道空八CEO怎麼講嗎 他說不是啦 主要就是我們在中國 已經有兩條生產線了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每五架空八飛機 就有一架會交付給中國 那這個就有點尷尬了 因為印度其實它最近可能跟中方 有一些些的轉向 或者是有一些些另外的想法 好 另一個想法是誰 另一個想法是波音了 欸 印度怎麼會去跟空八買呢 應該跟波音買啊 你看看波音的20年展望 他認為全球需要4萬多架的新飛機 甚至呢這個市值到2042年 是應該有到8兆美元大的一個市場 而他認為這裡頭亞太呢 會佔全球需求40%以上 有一半來自於中國 可是我們之前也講啦 中國基本上先前很多的飛機 是轉而跟空八買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波音當然就希望印度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好一點點啊 對不對 因為印度跟美國都希望能夠加強 軍事夥伴關係啊 確實啦 波音現在呢 在中國碰壁之後 今年2月的時候 印度有跟他們買了220架的波音飛機 算是一個雪中送炭的訂單 而在即將 之後幾天 莫迪就要到華府來進行 正式的國事訪問了 跟拜登會談什麼 當然就是 美、印之間的一些 房屋關係 先前他們談的 還有AI之間的合作 這一些可能都是優先事項 那你會問談這些要做什麼 很多人覺得 是不是又是要對抗中國呢 回過頭來 請教一下賴老師怎麼樣來看 馬克宏現在認為 法國應該要投資AI 而且要當歐洲的領頭羊 每兩年一度的巴黎航空展 這是全世界在航空工業方面 最大的盛會 非常重要 我參加過 那時候有被以專家的身分 去邀請 去出席他們的航空展 我在那個地方也見識了 當時美國的隱形戰略轟炸機 進場的時候的盛況 那些第一架進入歐洲 坦白說所有的 我們學軍事人都非常的讚嘆 因為雷達上確實看不見 然後就這樣直接進來了 他是軍民兩用 就是有民用的飛機 飛行器 就在這個地方做展示 而且在促成很多訂單 另外一部分就是軍用的飛行器 所以軍事的飛行器也在這個地方做演練 所以我們會看到有很多的表演 有很多的戰鬥的飛行員在這個地方 去展示他的性能 很多的買家就在這個時候下了訂單 民用的飛機也是如此 所以大陸很看重巴黎的航空展 因為又再度的恢復了這種實際上的 也就不再只是像過去 疫情期間的時候虛擬的 那現在是線下的 大家都到地方去做展示 我覺得對大陸來說 因為隨著人均所得越來越高 越來越多的人有能力去坐飛機 不管是在國內坐飛機 或是出國坐飛機 我覺得這個市場一直在擴大 所以波音的總裁 他們的預估是正確的 即使目前他們賣不動 那這主要是因為政治的因素 即使現在已經有第三家 就是除了原來的波音空八 然後中國的上飛也進入國際市場 因為C919也已經拿到四航證 而且相信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會給中國C919四航證 那四航證中國走出國門 例如說到東南亞 因為它算是支線客機 它不是主要的這種洲際客機 那它走出國門的這種機率是很大 因為訂單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少 可是波音它還是不擔心 是因為這個市場夠大 而且這個根據每個人的收入 一直在升高的時候 有越來越多人可以搭飛機 那當然需求量就會一直擴大 那因此這塊大餅大都在升 目前來講兩大公司 那中國一軍突襲 那未來可能就是三大公司在主找了 那重點是在於 波音目前面對的政治困境 如果一直持續下去的話 它一直拿不到中國的訂單 而中國是機隊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龐大 這個對波音就非常的不利 因為波音已經連續虧損5年了 如果再這樣子虧損下去的話 波音確實很有可能 會被空中巴士跟未來的 中國商匪所羈絆 那波音當然也有很大的壓力 但是你有壓力 你就要去告訴你的政府 你要告訴你的政府不要再這樣做 馬克宏的這個主張 其實道理來講很簡單 也就是說你要對中國去風險化 對馬克宏來說 我們歐洲也要對美國去風險化 你說我們歐洲人要對中國去風險 你要對美國要去風險 我們歐洲要獨立自主 所以我覺得這是法國人的 基本的一個主張 從加利列那個衛星導航定位 就要去美國的GPS風險化 那現在AI他也要去美國的風險化 也要走出自己的 這個自主的知識產線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他在告訴歐盟的國家說 不要依賴德國 因為德國只依賴美國跟以色列 那德國是不可靠 就我法國才是唯一可靠 因為我的各種武器 都是我們歐盟歸的 獨立自主的戰略武器 好 所以我們要來好好看一下 這裡頭的一些妹妹角角跟關係 我們先進廣告的廣告回來 繼續來聽嘉賓分析 好 說到疫情的關係 這次巴黎航展是睽違四年 再次有線下活動 很多人關注的其實是在中國這邊 他們又推出了非常多新的東西 來請教委員怎麼看 我先從各國的科技競爭來說 馬克宏說要把AI弄起來 縮小對美國的差距 現在AI不管投資額跟發展量 第一名是美國 第二名就是中國大陸 馬克宏想要把這個差距縮小 他應該仔細思考一下 如何跟中國大陸在AI上面進行合作 才有辦法讓法國的AI 應該是說彎道超車的機會才比較大 至於歐洲的天空之盾系統 的確是德國提議的 德國提議他怎麼搞 他說我們所有的歐洲國家 統一採購所有的防空飛彈的系統 可以連線來操作 第一個採購美國的愛國澤防空系統 第二個採購什麼 德國自己的Iris防空系統 第三個採購以色列的艦山防空系統 然後法國就傻眼 他說我跟義大利合作的那個系統 你們怎麼都沒考慮在日裡面 你這個名名氣死人 你搶我這個潛水艇訂單的 也就算了 我防空系統訂單你要搶 所以這兩個德國跟法國 是有得吵的 這也是巴黎航空 就是為什麼講說 法國應該連這方面 都要跟中國合作 中國竟然把他的殲20 推在巴黎航空上公開展覽 這是一個高度自信心的表現 為什麼 因為殲20在中國解放軍的 空軍部門的裝備都還沒完成 剛開始在裝備而已 這個裝備 剛下線沒多久就拿出來 跟你線要 就表示他自信滿滿 不只是殲20 運20 前段時間才運到賽爾維亞 秀給你看對不對 1萬多公里的運輸量 那個洞是50噸以上的運輸量 這樣就運給你看 他就給你拿出來展覽 這是在軍隊來講 這是一個 把第一線的東西拿出來展覽 就有點像 這個他講的就是說 把那個什麼F-35 拿出來展覽情形是一樣子的 至於中國能不能打開市場 我相信殲20他不會賣 但是殲10或者其他的機種 應該會拿出來賣 可是現在我相信 美國會全力阻擋 他相關國家不要買 包括土耳其 能不能阻擋這個 對於這個 巴基斯坦其實有點在半買半送 因為他叫鐵桿兄弟 所以這個不能算是真的客戶 所以中國要如何拓展他的客戶 當然最理想的客戶就是 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聯酋 這個要有錢的國家 還有埃及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會幫忙出錢 這都是好的客戶 巴西阿根廷也有機會 所以中國這次展覽 應該會有很好的訂單的收入才對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又要怎麼樣來看 這之後的軍武界的勢力發展 我們等等也要請周老師 幫我們做總結 心情廣告 節目最後要請周老師幫我們總結 好 我們看到德國跟法國為了歐洲的防空系統 因為最主要是兩國之間產生了分歧 最主要是因為在烏克蘭戰爭以後 歐洲發現它的防空系統不足 所以要提升 法國是主張要自治 德國是主張說跟以色列跟美國購買 也跟德國購買一些 就是主要是一個國際牌 法國就是等於是國內牌 其實這種爭議其實一方面是看出來是說 法國因為是它在歐洲是 軍隊數量最高的一個國家 所以歐洲的防衛政策 法國扮演了一個主導性的角色 它當然也希望進一步延伸到 所謂武器的採購跟製造 另外一方面因為法國有很強的所謂的國營企業 所以它在產業發展上 它是很重視所謂的本國的製造 重視保護本國的企業 這個也反映在另外一個產業就是電動車 那德國現在就是說 因為歐洲現在在討論要不要 對於大陸的出口到歐洲的電動車 科以這個傾銷稅 那現在德國就認為說 因為他們在大陸的市場很大 他們就不希望課這個稅 可是法國他們在大陸市場很小 所以他們就希望課這個稅 來保護跟支持法國本國的這個電動車產業 所以到底歐洲會走上哪一條路 到底會課稅呢 還是會放過呢 我覺得就是看法國跟德國最後怎麼樣去交流 而這個當然也會影響到整個歐洲電動車的發展 因為現在看起來 中國大陸在歐洲的電動車的這個市占比還是很低 但是到2025年的時候 大概就有可能達到18% 到那個時候 它就會對整個歐洲市場帶來一定的影響 所以現在的行動就非常的關鍵 就是已經介紹了兩成這樣子的一個